为委员向市民适用新生素贵的安全 加吉市卫生局安卫政统传统市长、大北省 浪山公司典创修长所来挑衅新生素贵 参与農有的进行为民众适用的安全来报关 加吉市卫生局对市民适用新生素贵安全 每个月定期进行挑衅 今年都总共挑衅84件新生素贵 减减结果有6件产品不符合规定 对来玩都是受益多管治 并且移车客观、管齐、卫生局 以及浪政党委办理 这官已经快到了 然后现在有很多硬结的连结食品 像金针跟香菇 我们也都加强来策验阳光 然后来维护我们市民的健康、实用健康 加吉市卫生局表示 食品安全修长丸头把关 在北省要求减车 必须要有浪散、无浪油证明 才能将来消息 除了会做滤芯性的检查之外 也会要求我们超市的包装厂 然后请他们做自主来源农药残留检查 这是由所在地提供输果的农民 他们去做委托的检查动作 以确保我们的使用卫生安全 在市民上 条线的三片属于重断的管理 只有六十万头、电甘、港、厂 以及三地工工夫妇的农民 在在前的时候 增加使用農油 才能有效减车缩购 残留農油的问题 提出民众 为了减车、降溅素材 有可能残留農油 建议清洗素材的时候 应该把外表搬掉 以水、清洗、素材、进步 将土耳、清毒 并且从进步搬掉 再用水泡十七、二十分钟 以老冬的煮来煮 全洗两三遍 就能将残留的農油来洗脱 跟这个煮就能输 農油分解 插菜的时候 将锅盒打开 也能输 農油水到蒸气 在灰散 谢谢新闻、蔡兵董 家吉七、蔡宏博德